最近大家都掛念外遊消費 身為飲食小編的我 都有責任介紹了一些本地食物 推介給大家 很多店舖都出現結業潮 但同時也有很多新的餐廳開 亦難而想 今集我就搜羅了三間新餐廳 介紹給大家的 跟我來吧 чуд Mother 這間鋪梅酒店 本身都是牛扒和牛肉供應商 現在就開了一間漢堡店 自給 自足 那它有分平鐵牛寶和豪華版 豪華版有雙重的烟肉和芝士 有自家的醃菜和洋蔥 這個漢堡加了醬 青瓜 洋蔥 很多配料 但咬下去很汁 不乾身 還有芝士我真的要賺 因為加了雙芝士 所以非常有芝士味 很香 這是邪惡的霸生仔漢堡 剛才廚師即場煎牛 它的牛也不會煎得太乾身 也算是鎖住肉汁 這個是Double Happiness 其實是一個秘密菜單 要在菜單上探索QR Code 才會見到這款漢堡 賣相超級澎湃 有很多芝士 兩重漢堡 所有的都是Double 所以名字都說到Happiness 就這樣看份量都覺得吃起來一定很開心 我看它做的時候 包和包之間又夾了一層芝士 每塊牛上面有芝士 總共有四塊芝士 一層芝士 一層芝士 真的 又怕它溶化了一點 整體好像瀑布般流出來 我覺得最棒的是 它最後上碟前 它一把刀插進去 對 這是頗特別的 它在上碟的時候 在你面前插一刀下去 是頗有型的 這個應該比較少見 在香港可以見到這個 這個畫面 認不認 但是怎樣吃呢 Burger 我覺得初次約會 真的不要帶男朋友 或帶你暗戀的對象來吃Burger 為什麼 因為很容易失陽相 你教我你怎樣可以有斯文 又沒有色形象 又可以吃到吃 我不要 刀叉會不會太過 會有些裝飾 你覺得 我可以 那我切 但是你做就裝飾 那你想我手吃 還是用刀叉吃 刀叉 刀叉 這個太厲害了 幾層 嘩 嘩 超厚 切都要時間 看到嗎 嘩 你看它的牛 多豐敗 沒錯 每次一口都覺得很汁 很豐富 但是每次一口都會有少少罪惡感 就是 這個要吃多少醃料 要吃多少運動才能填補 我們點了這兩款薯料 它是一款章魚燒風味的薯條 上面是灑木魚 沙律醬 和日式的飯素 它這個薯條是用牛油脂去炸 所以吃下去會特別香 薯條是一個幼身的薯條 就算我剛才拍攝 擺久了一點 它也能保持到脆 但是這個薯條也算不太適合 你不可以拿這些薯條和M機 給了 真的 這個是絕對有成的 我挺欣賞 它這裏的薯條菜 也不是外面 感覺到有少少少有用心去設計過 這個 這一款 我剛才看菜單的名字 已經覺得很吸引 它是用水煮的皮打蝦 配上魚子的醬 上面是撒了一粒小龍蝦肉 吃下去這個是非常有海鮮風味 我很喜歡它的醬 如果這兩種選擇 我自己一定會選這個 因為它是足料 醬又調得很好吃 會令你很上癮 吃漢堡條點會飲品 其實它除了有奶色 還有啤酒 因為因為拍攝 所以我們就不喝酒 不喝啤酒 咖啡酒 兩杯都是肥仔水 終極肥仔水 就是一個奶色 一個吉士奶色 他們的冷凍吉士 是他們自己製作的 我就想試試 吉士配奶色 兩個肥仔水 合起來 會怎樣 我點了兩杯 很好吃 當然要分享 所以我見你 已經口渴了 就分杯給你 這是一個菩薩的奶色 很棒 哇 整顆葡萄 對 在我手上這一杯 就是一個 Oreo的吉士奶色 有什麼 有Browny 有Oreo 然後有些忌廉 然後就是一個香草 即是Vanilla的奶凍 本來我以為 喝一口都已經滑了 但不是 剛才是吃了少許的 Oreo的味道 還有豬力的味道 它調得不會太甜 還有挺有 吃喝到奶色的奶味 對 我覺得整杯飲料 它的味道是很豐富 你那杯怎樣 我覺得都是 好像你這樣說 不是特別甜 還有它有整個葡萄 打卡真是一 是 我認同你這個 真是打卡超額 如果放上IG 真是 這間新餐廳 都是五月左右開的 非常之新出爐 這裡的工作人員 全部都是韓國人 進來的地方很大 這裡好像街的感覺 這個燈光都比較暖色 它有分幾個級數的套餐 我選了一個便宜的入門版 我選500元左右的姨媽套餐 這個套餐包12道小菜 兩樣主食 一樣湯品 湯方面我選了海鮮嫩豆腐湯 主食呢 我選了醬油蟹 它本身是蝦 醬油蟹 另外再加180元去加倍 升級 還有這個辣炒章魚 這個就是韓式燉牛腊骨 很多種小菜 我真的不知道吃哪好 它是一次過上菜 整個蒙板這樣連上菜 推向你的桌子 我試試試它的泡菜 有些不同 不知是自己醃的關係 它是一片片圓化的白菜去醃 嗯 吃到口感是很爽脆的 我反而挺喜歡這個 挺新鮮的感覺 好 我想很吸引的是 這個韓式燉牛腊骨 有這麼多小菜 感覺很豐富 又好像很划算 很划算 適合我這些大浪鬼 可能是雅闊肚窄 但它是每一樣都小小的 不會吃不完 怕吃得多吃不完 我先試下主食 這個辣炒鮮魚也挺吸引的 它這個沒有我想像中這麼辣 這麼濃味 反而它的鮮魚醃得挺入味 和挺爽口 這個挺好送飯和送酒 這個是韓式牛腊骨 這個牛腊骨 都挺足料的 整塊骨 還有醬汁都挺稠 應該有些肉已經吸收到醬汁了 哇 這個牛腊骨是燜得超軟 其實很容易咬 已經是在口裡化開了 嗯 這個送飯一流 嗯 這個醬汁不是說真的 很有牛味 這個真棒 我也是 我試了一個嫩豆腐湯 這筆是挺足料的 有很多蜆和嫩豆腐 哇 這個很夠辣 在英國 我想普遍香港人 不太吃得辣的人 可能未必能接受到這個湯的辣度 它是一口一口已經有很強烈的辣味 但是挺過癮的 好 哇 醬油蟹會吃 當然要先吃蟹蓋 然後再舀飯 這樣吃 鹽味夠喉 這裡可以再舀蟹糕 哇 真是一口肉 嗯 絕對是幸福的感覺 蟹糕已經滲入飯 哇 好棒 不用說 上了天堂 真的 我覺得吃韓國菜 最令我期待 最令我幸福的 就是吃醬油蟹 這個就好像吃日式和牛 不過油脂就變成蟹糕 每一口都是充分吃到蟹糕的鮮味 好像整個人都浸到蟹糕裡面 很誇張 如果大家想嘗試韓定吃這種 有這麼多小菜 又想坐得舒服一點 和朋友聊天 我覺得來這裡也是一個挺好的體驗 現在我身處於觀塘的一間新開的梳芙里外賣店 這間除了主要賣梳芙里外 還有雞蛋仔 例如煮麵 煮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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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 三文治等等的輕食 我給它那些特色的口味而吸引了 想介紹給大家 我眼前有這三款 第一款是芒果大福的梳芙里 這款是期間限定 中間這個已經是老乾媽芝士的梳芙里 嘗試鹹食會是怎樣 再嘗試這個雞蛋仔 這個雞蛋仔是開心果燉蛋的雞蛋仔 現在開心果絕對是甜品界大熱的東西 很多人都很喜歡吃 我事不宜遲先嘗試鹹 老乾媽芝士 嘩 這個老乾媽芝士 完全是集中吃老乾媽芝士的醬 多過梳芙里 它的醬太強烈了 完全感到梳芙里的雞蛋的香味 這個醬我挺喜歡 挺香辣得來 挺重的芝士味 你第一次聽到老乾媽芝士梳芙里 你覺得怎樣 整件事很棒 你會不會想嘗試 不會 老乾媽芝士又鹹又辣 又加芝士 梳芙里又有蛋香 我覺得甜食是好一點的 但這個醬真的要嘗試 你要嘗試才知道 是挺好吃的 但真的差一點 嘗試不到梳芙里的蛋味 我們嘗試這個芒果大福 挺大卡拉布的 表面是有燒過的 有些焦 吃起來可能更香 聽說梳芙里是用日本雞蛋做的 可能雞蛋的香味會更出 不過梳芙里真的要趁馬上吃 不然就很容易塌 這個才真正嘗試出梳芙里的雞蛋的香味 而且吃起來的口感挺綿密 雞蛋仔其實真的有很多款 試試看表面 其實它的模具也做得挺英俊的 而且撕下去是很脆的 它開心果味真的挺出 而且又吃到一些淡淡的燉蛋的香味 如果吃開心果餡 可能會有些單調 它加了燉蛋我覺得挺好 你看這個麵就覺得不錯 應該看得有點凍凍的 又冷冷的 應該只是放太多餡 而且我覺得它煮得雞蛋仔的時間 都控制得剛剛好 是真的吃到香脆內軟 而且它的雞蛋香味也挺有 吃到可心果蛋蛋之餘 又吃到雞蛋仔麵粉的香味 今天吃了日式梳芙里 美式漢堡韓式定食 大家喜歡哪一間 歡迎留言告訴我 今集的肥姑大團來到這裡 下集同日再見 拜拜